今天全是一些仙女笔 这些都是心道的货 各种马卡龙色系的 我们店里的笔也是比较受欢迎的 现在的难题是 店里基本上都是粉粉嫩嫩的色系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少女星的 然后就导致了很多男生 基本上不会进来买东西 这就让我们少了一半的顾客 到时候不知道我有没有一些男生粉丝 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呢 希望能给我一些建议 我想把店里的风格再改进一下 让有一部分是稍微偏中心一点的 评论区等你们呀 哈喽宝贝们 我又来上京了 今天我可是胶带大户 看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羡慕呀 哈哈小小的嘚嘚了一下下 这些都是心道的手帐胶带 之前的一些胶带贴纸都卖的差不多了 就又新进了一些 长条的是四元一张 其他的贴纸胶带两到六块不等 我们刚挂上去一天就卖出去不少了 暑假会有很多宝贝都在家做手帐 我最近也在学习啊 就是做的有点丑不敢拿出来分享了 等我再经经经经 我觉得做手帐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记录上自己的喜怒哀乐 过一段时间再翻翻看 觉得生活特别的有意义呀 非常提倡大家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哦 矜持就是胜利呀 这个芒香放在店里当样品很久了 已经被荣誉的快散架了 今天让我来拆了它 给你们瞅瞅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吧 一把蓝色的小剪刀 这一袋是驱人家 紫色的我喜欢 还带灯光的 我之前在精品店买过一次 10块钱一个 哇塞 这个好卡哇一样 一盒牛奶一个面包 做工都很不错的样子 都是手帐家或者当树家都可以 再看看这一袋是什么呢 一个卡套 可以用来装饭卡呀 身份证啊 明信片都可以 一支中信笔 荧光笔和胶带 一个福袋 总共就是这么多了 这个芒香怎么说呢 我觉得对有需要的宝贝来说就比较值了 因为整体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单个的东西质量都很好 不像有的芒香里面 都是用一些质量差又没用的东西来充数 单买里面的东西肯定比整个芒香要贵 那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 来买这个芒香就不是很值了 因为大部分东西我都用不上 所以大家购买芒香之前 要先了解一下里面大概的东西哦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 不能光看外包装好看就盲目的下单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爱你们哟 哈喽宝贝们 今天是一期劲爆视频 我感觉这期视频拍出来 肯定会被很多人骂 不信你们去评论区翻翻看 在你们面前的全是IDOL合集 我们店里所有时代少年团的东西全在这里了 这盒比较神奇 这个魔度真的有小仙女种出来哦 长出来的叶子上面写的有IDOL的名字 还有一个像框盲盒 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选择 还有一系列的各种海报 简直是帅炸脸 这盒是明星片 插一个给你们看看吧 我之前买过一个清洗的 然后包泥的时候 全给你们写祝福卡片送出去了 相信很多人都有收到过吧 里面有这么多张这么多张这么多张 这块还是能撕下来的 这里还有秘密麻麻的贴纸 很多宝贝比较关心价格 这盒明星片是9元一幅 其他的10到30元不等 每个地方的物质不一样 我发出来这些 请供大家参考 你们这边有卖的话 看到我的视频 就可以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啦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哈喽 姐妹们 你们现在每天上学都是几点钟起床呢 最近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 起来后要开始做今日的计划 列出哪些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写完计划后还有时间 就把今天的视频配音牌才会给写上了 发货期间呢 会抽时间把视频剪辑出来发布 都搞定后就要准备走了 简单的收拾一下要带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手机平板电脑充电器这些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就是888随心配的装装过程 前两天有仙女留言说想看的 今天就来安排上 之前随心配呢 有很多仙女说多次入之后很容易抽到重复的 这点是我们的失误呀 忽略了会重复下单的顾客 然后近期我们做了一些调整 会给大家尽量都配一些不同的东西哈 包括一些大的套盒 还有新品等等 视频里展示的不全是所有的东西 打包的时候还会调整的 总价值肯定是超货888的 可以放心哦 这位宝贝的订单呢 我打了三天的电话都一直没有人接 后来我只能发了短信 然后回复是家长同意的 前两天呢就遇到一位家长 让我真正领悟到了 啥叫人心险恶啊 他俩小朋友入了大概120块钱左右的东西 钱我是全部都给他退了 结果他给我退回来的东西 不到我发出的三分之一 剩下的全被他孩子给玩了 近时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呀 详细经过我后面再跟你们说吧 真的是把我气死了 然后这位仙女留言说还想要一些文具 我就给他配了占近100元左右的东西吧 有文具和桌垫 还有手赞本 这个亚克力手赞家真的是我的心头的网 因为剩的数量不多了 我都没有上 然后给你三个吧 还有一些贴纸 手机支架 开箱小刀等等 文具这个东西吧 大盲箱里面会根据大家的个人喜好 有备注想要文具的话 我都会给一些 没有说的 基本上都配你和他和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前一条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自由啦啦 哈喽姐妹们 我是乔乔牙 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学生党用的包包 第一款就是这个新单路的 它的容量很大 同时可以装很多的小东西 装书也可以 能单肩能鞋块 还可以手提哦 特别的方便 第二款是这个奶牛包 说实话我尝它很久了 你说我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门口咱没有卖这么出来的包包呢 它整体比较轻 像这种大屏的手机也能装下 随身鞋大的化妆品 镜子比小本子都可以装 前面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里面的小卡片可以随时替换 用你爱的明信片都可以哦 这边还有这种简单款式的 内部都差不多 那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吧 哈喽姐妹们 有句话说的好 一入帐坑深思海啊 你们都买了多少做手帐的工具呢 平时做手帐除了贴纸之外 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印章了 今天给大家看看这些小印章的效果吧 拿出了一个这种六色的印银 盖上之后就是这种效果的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排版选择不同的颜色 很多这种精致的小图案哦 我还有很多很多实用的一些小东西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弹幕里告诉我吧 我下次可以拍一个桌面好物合集哦 都是我淘大的宝贝 很评价又好用的那种 这个用完之后这样擦一擦就好了 这是我做的一个手帐牌板 在这个上面印一个试试 呃不好意思 一只手拍视频一只手来盖这个给整片了 再来一个吧 那想盖哪里就盖哪里 你们平时都有哪些手帐工具呢 一起在评论区分享给我吧 瞧瞧你能出九点九元盲袋吗 安排 哈喽 新女们这是你们给我建议做的九点九元盲袋 他来了 是用这种非常可爱的收纳袋来装的 背面我还没封起来 封了撕开可能就会烂 不封你们拿到手还完好的话 就还能用来装东西 所以到底是封口还是不封口 大家给我个建议吧 袋子一共是两种款式会随机发 这批盲袋所有的包装贴纸和名字 都是大陶一个人完成的 那天晚上我都睡着了 他熬夜做到了两点 第二天睁开眼第一件事情就让我看他的电脑 我一点开就是设计好的这六款贴纸 所以这次上新真的超级快 以前都会为贴纸纠结好久 他起的这些名字吧 其他的我都还好理解 但是大陶你能告诉我这个茶绿露是什么鬼吗 我开始就看成了绿茶露 这六种款式其中夏日悠悠和茫茫西闽露 是偏厚实的质感胶 绵乳奶服是加了20%的那种康慧木工胶 手感是软绕锡纸的那种 阿尔卑斯冰全是偷他做了一个韵奶 上面还放了一块白玉胶做的泥 整个就很有冰身的感觉 也是这个系列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款了 绿茶露 不不那个茶绿露 我给他做的是一款米粒泥 米粒只是占很少的部分 不是纯米粒填充的那种 月眉斯康是一款酒红色的液体胶质的泥 这次盲袋就是这六种款式已经上锅了 下期视频我会打开给大家看看有美和的质感哦 马上就要开学啦 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因为疫情推迟开学时间呢 我们这边是正常开学的 然后这几天进了好多的文具 把店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又跟之前不一样啦 这片区域全是摆的手帐用品 好多好多的胶带不要挑花眼咯 写字笔全都挪到这个袋子上来了 还有很多的奶油胶 有附近的小伙伴们可以来店里逛逛哟 下面给你们看看文具店老板的进货片段 箱子我都已经拆过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过餐吧 绝对过瘾了 首先是文具盒系列四个颜色的小熊文具盒 这个我超爱的容量大颜值高还能自己DIY 剩下的是不同风格的文具袋 有可爱风的硬词风的 还有适合小学的还有初中生的风格 接下来就是手帐胶带的部分 这几个胶带套和颜值真的绝了呀 而且质量都很好 我今天是选过的 这些都是手帐本 手帐本的大小有不一样的 所以根据自己的习惯爱好来入 这个系列是周计划本 自带了书衣 我之前买一个书衣好像都花了16块钱那样 还有这种可爱的大本子 这是亚克力的手帐家 有没有可可爱的被蒙的 我买了好多的本子 还有各种设计的底 这个牌子是点实的特别的好写 之前有小可爱找我买店里的文具 我当时就说文具我们只在线下实体店有卖的 网店只有你累的 后来因为找我的小伙伴太多了 大家都建议我在网上上一些 所以我就决定先上一部分在TV店 网店上的东西都是我用过 或者买了样品看过 觉得质量过关才上的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瞅瞅哟 都是很划算的 因为是文具新开张 所以现在买文具满29元 就会送一盒史莱姆 另外我选的这些东西都能得到你们的亲爱呀 孤单这几天连续下大暴雨 店里的生意就会差很多 平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开店的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9点 感觉上学真的好辛苦啊 你的小朋友5点多就起来了 大概7点半8点那样子就开始上课啦 这些都是早上被翻乱的东西 学生上课之后我们会再整理一遍 搭上好卫生整理好到下午的时候再来开门 当然周末和节假日寒暑假都是全天开的啦 我们的线下店是在学校门口 所以卖的大多数是以文具生活用品为主 很多好玩的东西也都是关系好的小仙女告诉我们来让我们进货的 那网店主要是售卖史莱姆套盒为主 我们套盒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实用的文具用品 都是店里在卖的东西啦 你可能玩一段时间就扔了 但是文具可以用很长时间哦 那今天就这样啦 下期见拜拜